大家好,我是小宁 今天分享的鸡蛋做法带着浓浓的加味 小时候每次生病都会让奶奶做来吃 准备一茶匙醋,两茶匙的生抽 加一点蚝油,一点盐,一点姜末 再加入适量的水,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将做好的料汁倒入盘中 直接将鸡蛋打进去 我呢,用了5颗鸡蛋,再撒上香葱和小米辣 做好以后呢,上锅蒸上15分钟 喜欢吃嫩一点的呢,也可以只蒸10分钟 时间到打开看一下,咱们的握鸡蛋就做好了 喜欢吃其他口味的,还可以换成红糖水加大枣桂圆 出锅淋一点香油,一道超级好吃的握鸡蛋就做好了 是菜也是饭 做法呢,特别简单 喜欢就试试吧,我是小宁,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鸡蛋